没看过那个动画片叫孙悟空大闹天空 看过吗 是吧 你想有个问题啊 就为什么孙悟空他当年能大闹天空 却打不过后来西天取经路上遇见的小妖们 为什么 我给你们剖析一下 你们就明白了啊 大闹天空的时候 那是自己创业带出来的团队 一群小猴跟他打上天庭 打的是什么 一群给玉皇大帝打工的神仙们 他打工仔 他有什么傻傻力 所以他能干过人家 后来西天取经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西天取经身份倒过来了 从一个创业者被迫破产给人唐僧打工 变成一名打工仔 遇上的小妖那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 那能不跟你玩命吗 是不是 所以创业是艰难的 创业是辛苦的 但是创业带给我们的回忆那是美好的 怕苦的人苦一辈子 不怕苦的人苦一阵子 生活我们没有靠山 我们自己就是靠山 没有天下我们自己闯天下 没有资本 我们自己赚资本 你弱了困难就强了 你强了阻碍就弱了 生活我们就要逢山开刀 遇水搭桥 生活你给我压力 我还你奇迹 谁不想 生父归人家 想一世凡华 判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我送你去横梯 奋斗吧 兄弟 我还没对她产生成为我 我还没对待 我来 我来 我来